我是在埃里尔光后清醒的 睁开眼 我回到了15岁被霸凌的那个晚上 只因为校爸喜欢的人 说我乖得像小猫一样 他就骂我婊子 还按住我连扇巴掌 胆小的朋友哆嗦着冲上前 想替我道歉 结果也被欺凌 跟上一是一模一样的场景 但这次我不会再隐忍了 家人们 关注艺术太苦了 好不好吗 求求你们啦 拜托拜托 小一每天分享不一样的小说故事哦 希望大家能点赞支持 正文现在开始 那天刚下晚自习第一节课 有20分钟的休息时间 教室外来了一帮高三女生 把我和学生小带去了顶楼的厕所 为首的漂亮女生我认的 是学校里臭名昭著的太妹头子 温儿柔 她校服斜记在腰间 披散着头发 化着很浓的妆 学生小也认得她 颤着声音问她 温学姐 你找我们做什么 这个贱人她指着我 抬手就是一耳光 勾搭了不该勾搭的人 你问我要做什么 我被打得头脑发猛 耳朵充斥着轰鸣的声音 15岁的我试图和她解释 却换来了一个又一个耳光 以及皮肤上用针刺处的一个婊子 那时候的我怯懦 连大声哭都不敢 但现在的我不一样了 哎呀呀 我放声尖叫 原本嘈杂的整栋楼瞬间安静 温儿柔狠毒的表情变得慌乱 她叫身边的狗腿们来堵我的嘴 你叫个屁呀 我直接张开双臂 转得像一个发了疯的陀螺 扇每个人的耳光 一边抽打一边大喊大叫 啊 为什么要校园霸凌 为什么要打人 为什么 为什么为什么 温儿柔头发都被我扇打结了 捂着脸 快给我按住这个疯婆子啊 我深知 我只是打了他们个措手不及 这么多人真的上来按住我 我是敌不过的 于是 我一个熊豹抱住了温儿柔 手掐着她的同时 我直接张开血盆大口 狠狠地咬在她最在意的精致脸蛋上 嘿 咬了我一嘴粉 啊 温儿柔也尖叫起来 拼了命拽我的头发 想把我从她身上扯下去 头皮传来撕裂一般的疼痛 碰得我直翻白眼 但我还是坚持着紧紧地抱住她 腿也牢牢圈着她的腰 八爪鱼一样扒在她身上 虽然我才八十斤出头 但不得不说 温儿柔底盘够稳的 这都没到 一束强光忽然打在我们身上 然后教导主任和两个班主任 以及一大串看热闹的学生 都看见了挂在温儿柔身上 像丧尸一样咬人的我 五分钟后 我们集体在校长办公室罚站 校长慈祥地问我 楚一 你为什么咬人 我的手指向太妹帮每一个人 他们校园霸凌我 校长看向温儿柔 温儿柔 真的吗 温儿柔横横了我一眼 我找她聊聊天而已 谁知道她像个疯子一样 校长也不知道 是不是老年痴呆了 直接就相信了温儿柔的一面之词 原来是这样 楚一 你向温儿柔道个歉 再打电话 让你家长陪她去趟医院看她脸 我 我不可置信地指着我自己 再指指温儿柔 向她道歉 校长还是轻缓地和我说着话 好像在哄不听话的孩子 你们犯了这么大的错 我原本是可以给你们记大过 甚至开除你们的 你们知道一旦背了处分 就会记在档案里 跟随你们一生吗 我身边几个狗腿脸都下白了 温儿柔却蛮不在乎的样子 她话锋一转 但是 我知道你们这些孩子都不坏 高中学业压力大 我能理解 只要你们以后能团结友爱 这次就算了 狗腿子们一脸地感激 连声说着谢谢校长 我走进了几步 直直地看着校长 你要我这个受害者 向霸凌者道歉 校长呵呵笑了 楚一 你看你也没受什么伤 弯柔脸上 被你咬了个这么大的牙印 还出了血 小女孩要是破了相 这一辈子就毁了 所以 面对校园霸凌我不应该反抗 我的一辈子毁了就没关系了 校长不急不许地喝了口茶 接着 KFC我 楚一同学 你别急 学校知道你心里受了委屈 但是你做的是不对 学校肯定要秉公处理的 就是论事嘛 你说对不对 对什么对 什么是对 我发了疯的 用头在校长办公桌上撞 发出砰砰砰的声响 为什么受害者要道歉 为什么 你就是想逼死我 我要撞死在这个办公室 我要穿着大红色的裙子 从我被霸凌的地方跳下去 从寝室跳下去 从教学楼跳下去 我要变成最凶的恶鬼 不放过欺负我的每一个人 校长被我吓得跳了起来 躲在自己的老板椅后面 小心翼翼地劝我 楚一你冷静点 我不是要你道歉 冷静冷静 旁边的万儿楼和狗腿门子 看得目瞪口呆 纷纷躲到沙发后面 生怕我等下又丧失附体 回头抓着他们啃 只有徐晨小担心的喊我 一你没事吧 实在不行 我替你道歉 徐晨小是我最好的朋友 上一世 因为受不了霸凌自杀了 我摇头 不行 没有受害者向霸凌者道歉的道理 我用凶恶的眼神瞪着校长 既然校长您是温而柔的帮凶 我只好以死证明我的清白 正好让副校长来肃清 我们学校的不正之风 上辈子 我在新闻上看到母校的校长 因为贪污进去了 印象很深刻 我们学校游水太足 他一直不舍地掉走 可惜了副校长也一直被他压着 不让升迁 副校长是个有手段的 默默收集了他贪污的证据 一举把他拉下马 我不信他屁股是干净的 不怕副校长找他的错 我转头冲向校长办公室的窗户边 吃力地准备扒上窗台 奇怪的是 我一米四的大长腿 半天扒不上不到一米高的窗台 徐晨小事的老实人 当场被吓哭了 冲过来抱着我的腿坐在地上 用整具身体的力气拖住我 哭嚎着 依依 你别想不开 你要是跳下去 我也不想活了 我在心里默默给徐晨小点赞 这波节目效果直接翻倍 校长吓得大喊保安 哎呦哎呦地拍大腿 祖宗 我让弯二楼给你道歉 你快下来 弯二楼柳梅竖起 我凭什么跟他道歉 我刚放下的腿 又扒上窗台 校长一巴掌打在弯二楼的嘴巴上 给我闭嘴 他扯着弯二楼到我面前 强硬地摁着他的脑袋给我鞠躬 你再倔我就告诉你爸 让他把你送去非洲读书 弯二楼是有骨气的 怒气冲冲地威胁我 楚一 你今天有本事接受我的道歉 他让我必百倍奉还 校长又是一巴掌打在楚一嘴上 有你这么道歉的 你再这样 你看我跟不跟你爸说 道歉不过我说 我要他写检讨书 在周一国旗下念出来 并保证以后再也不来骚扰我 弯二楼指着我骂 你痛得做梦 底层的砸碎 唐叔叔 你怕他做什么 他跳了又怎么样 反正学校每年都有死亡指标 唐校长捂住弯二楼的嘴 小祖宗 你给我省点心吧你 你一天天惹是生非 真想去尼泊尔是不 照他说的做 做不好我给你处分 弯二楼不可置信 唐叔叔 你这么帮着他 不会看上这个小狐狸精了吧 我要告诉婶婶去 唐校长真的是服了 少看点垃圾电视剧吧 小姑奶奶 满脑子想念什么东西 唐校长满脸对笑 略带了些讨好说 楚一 我会让他爸好好管教他 绝对不让他再来反你 都是同学 你也不要再跟他计较了 好不好 我装作很勉强的 把腿从窗台上放下来 点了点头 毕竟我还要在这里读书 要是彻底和校长撕破脸 他给我小鞋穿 很可能影响我的学习 霸凌事件以万柔 在周一升起仪式上 公开给我和徐晨晓道歉结尾 他在太妹圈子里 颜面尽失 而我因为疑似有狂犬病 从年纪有名的小美女 变成年纪里有名的 会咬人的女的 我被所有人孤立了 问题不大 没有了乱七八糟的人机来往 我可以更心无旁骛地学习 徐晨晓对我还是一如既往 我也算不上孤单 比起后悔 面对霸凌没有反击 我上辈子更遗憾的是 徐晨晓在高三莫名就跳了楼 我却连原因都不知道 警察来学校调查过几次 也盘问了我和一些 跟他走得近的室友还有同学 最后定义为 因为学习压力过大而自杀 我总觉得一点重重 他去世前 成绩突然断崖时下滑 很显然是遇到了什么事 但他没跟我说 我也忙于学业疏忽了他 徐晨晓猝不及防的意外 对我打击很大 如果不是有郭子豪默默陪伴鼓励我 我高考不可能正常发挥 考上X大 我和徐晨晓约好一起考大学 一起选专业和宿舍 天天住在一起 等毕业了 再养一只可爱的小猫 后来我每次实现一个约定 都会彻夜失眠 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 如果他在就好了 那次事故成了我的心魔 日日夜夜纠缠我 勒得我不得安心 这次我能做的 就是好好守着他 不再让悲剧发生 是救他 也是救我 上辈子 徐晨晓和我都是包子性格 两个人互相取暖 这辈子我性情大变 徐晨晓总是很羡慕 我能自在地表达自己 我就像一个知心姐姐 在日常相处中 教她应对各种情况的办法 潜移默化改变她的性格 我打了饭 和徐晨晓一起并肩走向座位 如果你害怕一个人讨厌你 就好好想想 他喜欢你会给你带来什么好处 他讨厌你会给你带来什么坏处 校长喜欢你 能帮你上X大吗 他讨厌你 敢无缘无故让你退学 不让你上课吗 徐晨晓咬着筷子思考了一下 问我 真的不能吗 他要名声了啦 你去网上曝光一下 他就要被停止检查 徐晨晓一脸受教了的表情 又苦恼地说 我总害怕自己出错 被人嘲笑看不起 我把红烧肉里面 没剃干净猪毛的肥肉 挑到桌子上 可是人就是会犯错呀 红烧肉的猪毛 总是剃不干净 还全是肥肉 辣椒炒肉老是火太大 焦黑焦黑的 那本食堂一件册都写满了 为啥食堂阿姨就是不怕犯错 也不怕被我们骂 因为他没有道德 也根本不在意我们这些小虾米 像我们这些吃食堂的学生 一波又一波 最多吃三年就走了 徐晨晓似懂非懂 那些同学也是 他们最多 在你的生命里待三年就走了 他们的嘲笑 他们的愤怒 他们的一切 算得了什么东西啊 徐晨晓低下头 脸几乎都要埋进碗里 眼泪一滴一滴落在饭里 被他吃掉 可是 可是 依依 假如说 有个人拍了你的不雅照 一直威胁你要跟他做什么 你会怎么办 他怕我生气 又快速补充 我是说 假如 我一下子停了筷子 心里热生气 我就月面无表情地打量徐晨晓 她是多么年轻稚 善良软弱的一个小姑娘 原来是这样啊 这就是上辈子 我最重要的朋友离开 我的原因啊 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变得温和 那是犯法的 我一定会报警 她努力克制着哭腔 可是报了警 我也就毁了 谁说的 我坐到徐晨晓身边 替她轻轻地擦掉眼泪 不会毁掉的 该羞愧的是加害者 被毁掉的也是加害者 她会背上暗底 找不到好工作 她的子孙三代不能考工考编 她走到哪里都是过节老鼠 人人歧视 我听见自己压抑着所有情绪的声音 她是谁 我原以为徐晨晓是被人骗了 拍下不雅照 却没想到我低估了高中生纯粹的恶 她的室友许婷 让徐晨晓陪她去买衣服 两人在试一件换衣服的时候 许婷偷偷拍下了徐晨晓换衣服的照片 我知道许婷 她总说自己是男的 嫌弃女生娘 有心机 不愿跟女生玩 成天跟一帮好兄弟混在一起 她好兄弟里面有个叫任辉的 是徐晨晓的追求者 被徐晨晓拒绝了 许婷就给任辉出主意 她拍了徐晨晓的照片 发到了兄弟群里工人观赏 一帮男人对徐晨晓的身材长相 评头论足 许婷也在群里发表各种 充满男宁时间的言论 身材太顶了 就是腿太粗了 感觉换支都帮硬了 群里男生都在哈哈哈哈 说许婷快要长居居了 这些聊天记录 任辉也转发了一部分给徐晨晓看 她威胁徐晨晓 如果这周末不去酒店满足她 就把图片发到更多群里 让别人看看她有多不检点 徐晨晓怕得要死 也不敢让家人知道 一度有亲生的念头 好在徐晨晓养成了对我的依赖 再三犹豫还是来问问我 我请了病假 让徐晨晓作为陪同 离开学校 我带她去了网吧 找了个最角落的位置 照片都是可以PS的 我打开软件一番操作 P了一张人灰和动物交配的图 关键部位打了马赛克 你看真不真 徐晨晓的脸通红 但还是直直的看了好几眼 很 很逼真 我又撇了几张人灰 被好几个黑人蹂躏的照片 加上人灰的联系方式 发给了人灰 人灰回得很快 杀臂 你干嘛 想搞事 我看了徐晨晓一眼 问他你觉得应该怎么回 徐晨晓想了想 打字给他 你都有这样的照片在我手里 还装什么青春不懂事 他对我解释 这是人灰对我说过的话 人灰也想起来了 徐晨晓 你真搞笑 谁会相信你这些驾照 这些地方我都没去过 你可是跟许婷去过十一间的 你以为这样就有用吗 徐晨晓气的发抖 我对徐晨晓说 你看 他一点也没感到羞耻 如果这些照片换成你 你明知是假的 会不会感到羞耻 你会 你刚才看一眼都觉得羞耻 徐晨晓崩溃极了 可是我真的去过十一间 我掰过他的肩膀 认真到 他怎么证明 何况 你只是被拍了露出内衣的照片 就算是裸照 谁小时候不是吃奶长大的 谁没有看过这个器官 大家不都是一样的 我抱住了他 别怕 你让他有本事 就证明那是你的照片 徐晨晓哭了一会儿 坐到电脑前打字 切 你怎么证明那是我 我们等了一会儿 任辉果然甩了一堆证捷图过来 在我的鼓励下 徐晨晓报警了 回学校的时候 我跟徐晨晓正好遇上警察 带走任辉和许婷 塞尔的警笛声 吸引了很多老师和学生跑出来看 我握紧了徐晨晓的手 和他一起跟去了警局 有个警察小姐姐 倒了水给我们 对徐晨晓很温柔的说 别怕 事后这些照片 我们都会删干净 不会让他传播出去 警察单独对徐晨晓问话时 徐晨晓的父母也来了 看见我 他们冲上来问我 小小人呢 我指了指里面 徐阿姨眼泪刷的就流下来 眼神涣散的喃喃 傻孩子 碰到这种事也不跟我们说 怎么就不跟我说 徐叔叔则是拉了拉徐阿姨 等下小小出来 不要再怪他说他了 每次你都怪他说他 搞得他都不愿意 跟我们说学校的事 徐阿姨哭着骂徐叔叔 你又好到哪里去 整天对他不管不问的 跟你说了和没说一样 小小才不指望你 我有些头疼 徐晨晓也跟我说过 他有个弟弟 他家人因为弟弟 不是责怪他 就是忽视他 难怪他不愿意和家人说 叔叔阿姨 徐晨晓最近一直有轻生的念头 希望你们不要再给他压力了 多支持支持他吧 他学习那么好 要是因为这件事想不开 太可惜了 徐阿姨一脸后怕 握住我的手 不停给我道谢 一 谢谢你帮他 谢谢 门开了 徐晨晓抹着泪从里面出来 徐阿姨把他抱在怀里 没事了小小 没事了 谁欺负你 我们告他 告到他坐牢 在徐晨和仁辉父母的苦苦哀求下 徐晨晓仍坚持不接受和解 徐晨和仁辉最后被拘留了三天 罚款五百 被释放后 两人还扬言要找人报复我们 我父母在外地 徐晨晓父母就每天来接我们下晚自习 相安无事了一段时间 某天他们刚好没空来 我和徐晨晓单独回家 到一条人少的路上时 两头路口忽然都被人堵住了 仁辉和许婷带着几个不良少年 横笑着总算逮到了 徐晨晓腿都软了 颤着声音问 你们要杀人吗 徐晨被他害怕的样子斗得很开心 那倒不会 就是玩一玩 聊聊天 做些男人爱做的事 我把书包放下 拉开 伸手往里掏 仁辉还和旁边的人调笑 怕了怕了 吓到人家了 我掏出两把电锯 气势 哈哈 他吓唬人呢 怎么可能敢用 我有家族精神病遗传识 我编的 我爸从小就告诉我 我杀人不会坐牢 一群人齐齐后退一步 我盯着他们 因侧侧的勾起嘴角 质问他们所有人 为什么 到底为什么 我启动电源 挥舞着电锯大吼着 朝他们冲过去 为什么不珍惜 好好活着的机会 为什么 啊 把你们全杀了 徐晨晓也提着电锯狂喊 杀杀杀 没有人敢直面电锯 没有人 哪怕是真的勇士 何况这只是一帮 虚张声势的小屁孩 一群小混混 被我们追得屁股尿流 有人明明是来施报的 最后哭着报了警 警察输出救命啊 有人杀人 我们又进了警局 还是上次的警察小姐姐 招待的我们 问清情况后 警察教育了小混混一顿 没收了我们的电锯 又联系了我们的家长 我爸我妈早就离婚去外地了 两边都有各自的新家庭 只给我打钱 不管我死活 听说我在学校惹是生非 也是草草敷衍言两句就完事了 生怕跟我多沾上点关系 徐晨小知道了 眼睛红得像小兔子 心疼的看了我半天 我莫名其妙问他干嘛 他给我来了个大大的熊抱 一 以后我就是你的家人 我拍了拍他 无奈地笑了 我知道 这件事之后 我在学校彻底出了名 从会咬人那女的 变成了疑似会吃人的 再逃杀人魔 没人再敢来惹我 连动不动来找个茶的温柔 都直接赚了学 高三的时候 郭子豪转来了我们班 再次见到上辈子的前男友 我的心情很复杂 上辈子 徐晨小出事后 我一蹶不振 每天无心听课 只知道发呆 有时候还莫名其妙掉眼泪 有个人每天把当天的 所有笔记超好 放在我的课桌里 有时候加一包零食 一颗糖果 一杯奶茶 通常还会有一张纸条 这个牌子的零食很好吃 你尝尝 这颗糖很甜 累死了 但是为了这杯奶茶 还是努力多活一下算了 有时候 我请假不来学校 第二天的纸条就是 今日暴雨转阴 天气很不好 如果你在 应该会好一些 有时候我难过掉眼泪了 纸条 今天的笔记记得不好 因为你掉眼泪了 我开始听课了 纸条 今天在食堂 看见老班多吃了一碗饭 我觉得跟你上课听讲 脱不了关系 我笑了一下 第二天 可以再笑一下吗 这样 我今天也会开心一整天 用这块巧克力跟你换 是很漂亮潇洒的行书 我从一开始的随手丢弃 到后来每一天的纸条都带回家 用透明胶震而重之地 站在日记本里 高考前一个星期 我撞见锅子豪 他有点慌乱 垂下眼睛不回答我 耳间红红的 用很小的幅度点了点头 我对他笑弯了眼睛 伸出小手指弯成钩 我们一起考X大 怎么样 郭子豪和我拉钩了 从那天起 纸条消失了 后来 我和郭子豪考上了新一的大学 也在一起了 我很确定 我喜欢那个给我写纸条的人 我喜欢他字里行间的温柔 和一日不落的鼓励 可跟郭子豪在一起 我总觉得少了些什么 给他看我收集起来的所有纸条 他也是反应平平 甚至有些抗拒 我以为他是变心了 后来果然发现 郭子豪和大三学姐暧昧不清 我失望分手 笔记本我仍保留着 不管现在的郭子豪变成什么样 我相信 当初那个写下小看天色目看人的少年 暗逸一定是真挚而热烈的 这辈子 没有学生小的意外 我跟他就是陌生人 高三的时间又快又急 有时候从书本和试卷里抬起头来 总觉得怅然若失 上辈子每天的纸条 像一网活水 助我死水一样 枯燥乏味的高三生活 带来满心欢喜和期待 我在黑板上 很快解完老师布置的超纲题 老师用惊艳的眼神 把我夸了一通 我默默发着呆 这题是上辈子的郭子豪教我的 上辈子老师也布置了这道超纲题 我不会 后来就在纸条上看到了详细的解法 下课后 郭子豪拿着笔记来问我 那道题是怎么解的 我心理年纪比他大了七八岁 轻易看出了他眼神中的好感和亲目 心中叹了口气 我装作不知道 去看他的笔记本 这一看我就觉得有些不对 我指着笔记本问他 这是你的字 郭子豪有点猛 是啊 我愣在当场 谜团渐渐解开 真相在脑子里成形 郭子豪不会这道题 那他怎么教我 所以郭子豪才一直不愿意 给我看他的自己 所以郭子豪才那么排斥 抗拒那些纸条 因为上辈子的他根本就是小偷啊 他偷走了别人的感情 支了一场骗局 骗得我再也没见过 那个真正让我心动的人 就连我们分手之后 他都一直把我蒙在鼓里 郭子豪慌了 你怎么了 你别生气 我不问了 不问了 我转过身子 恨声道 你去问别人 郭子豪走了 我转过头 把全班看了一遍 愣是找不到一个可疑的人 藏得真深 我笑了笑 有点发狠的响 等我把你揪出来 我就让你天天对我抄笔记 考完模拟考 我特意蹲在办公室门口 拉走了准备发试卷的物理科代表学生小 我拿着一达试卷坐在楼梯间 学生小蹲在我身边 因因你找啥呢 我帮你看了 你屋里刚好九十 全班第八 我找一个赶小鬼 熟悉的字迹让我停下了动作 我接下他的调行码 眯了你一眼 瞧祖兰 我想起来了 高一军训的时候 我真心话大冒险输了 被罚去给操场的男生送一瓶水 并说哥哥喝水 我选中了乔兰 之所以记得那么清楚 是因为当时的天气很好 阳光很大 矿泉水瓶被干净修长的手指握住 瓶身意义生辉 好看得要命 少年有点诧异的抬头 刘海长度 恰好露出了那双清澈的丹凤眼 我都要被尴尬的融化了 说了句哥哥喝水拔腿就跑 等等 乔兰叫住我 你叫什么名字 我不想说 我叫狄家 我落荒而逃 再后来他什么反应 我就不知道了 高中三年 由于尴尬的初见 我跟他没怎么说过话 徐晨晓看着我危险的表情 就要追问我 上课灵响了 一跑进教室 我就往最后一排 乔兰的座位看去 正好和他对视 他没想到 偷看被我抓得正着 肉眼可见 露出了害羞慌张的表情 连忙转移了目光 假装找钱捉借东西 我在心里偷笑 我把乔兰的调行码 和我的拼在一起 做成了挂件 离毕业不远了 我不打算接近他 对现在的我们而言 最重要的是 那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考试 我装作随意的 在班级群里面 问大家的志愿 由于我的名声稀巴烂 回复我的人不多 乔兰就是其中一个 他想上X大 和我不谋而合 我回了个睁大眼睛的 可爱表情包 好巧 我也是 锅子豪也说想上X大 我回 哦 考完最后一场 我在乔兰的考场外面蹲点 出来一个 我就数一个数 数到21 我见到了那双 我心心念念的眼睛 他停在考场门口 脚步有点迟疑 回头往考场里看 我跑过去 把手里的水递给他 喝水 他接过来 你是来找我的 我点头 是啊 很奇怪吗 有一点 我把调行码挂件递给他看 一面是我的调行码 一面是他的 他抬起头看我 眼睛亮亮的 你做的 我很坦当 对呀 早就做好了 他影响你成绩 一直没给你看 他拿在手里翻来覆去的看 脸越来越红 我心里都要笑翻了 算了算了 看在上辈子的份上 我就在主动点 我指了指挂件 要我给你做一个吗 乔兰眼里的欢喜 都要溢出来了 可以吗 可以是可以 不是 这可是情侣挂件 我笑泥泥的卖关子 我可是走了99步了 乔兰 你不会胆小到 我的意思 他闭了闭眼 才鼓起勇气 很认真的看着我 乔兰 你可以给我追求你的机会吗 胆小鬼乔兰 连直接说 做女朋友吧都不敢 不过 他追求我 听起来也不错 可以 那你就先帮我和徐晨小 买两个冰淇淋吧 少年跑着离开了 带起一阵清爽的风 我看着他的背影 嘴角压都压不下去 夏天的风 比冰淇淋还甜了几分 X大 我和徐晨小拉着行李箱 一群学长围了上来 学妹 我帮你拿行李吧 我带你去宿舍 我和徐晨小不想得罪人 这要顺势答应 我的行李箱 忽然被一只手握住了 我来帮他提吧 我垮起了脸 在X大看到他 一下就让我想起那些不愉快的事 郭子豪 你怎么来了 郭子豪深情地看着我 你走到哪 我就跟到哪 乔兰也握住我的行李箱 礼貌一笑 不劳烦别人 我能帮我女朋友提 我便连笔翻书还快 开心地眯起眼 牵住了乔兰的手 是啊 我男朋友帮我就好 郭子豪松了手 明明双眼已经红得不行 还勉强提起嘴角 故作轻松说 原来你们都在一起了 那我祝你幸福 楚一 说完 他大不留心离开了 看上去很洒脱 一群学长哀嚎 怎么当志愿者也要吃狗粮 徐晨小 吃狗粮是我的宿命 学长们恢复活力 围住徐晨小 学妹 我有八块腹肌 你的行李一定会喜欢被我提的 八块腹肌 被几个学长一脚踹出圈 你能不能滚啊 学生小坏肖 那就拜托八块学长帮我啦 靠 心机狗 暑假偷偷锻炼 开学卷死我们是吧 乔兰拉着行李箱 并肩和我在林音道慢慢走着 都三天没见了 他声音有点委屈 我做了个梦 梦见你和郭子豪拉钩约定 一起考X大 我很震惊 这不是上辈子的是吗 想起上辈子 我也觉得挺隔应的 一脸晦气的说 他就是个小人 我斟酌了一下 决定告诉乔兰 其实我也做了个梦 我梦见我遇到很大的打击 无心学习 每天沉浸在悲伤里走不出来 有个人每天给我写纸条 安慰我 鼓励我 却从来不敢让我知道他是谁 我慢慢喜欢上了那个人 有一天 我撞见郭子豪 往我抽屉里放纸条 我以为那个人是郭子豪 没想到郭子豪就顺势骗了我 贸认了那个人 对我所有的好 我一直没有发现 直到看到郭子豪的笔记本 发现他写的字 比我心动的那人丑多了 我才知道 原来我喜欢的那个人 是个胆小鬼 乔兰听得郁郁寡欢 不知道为什么 听到你这么说 我心里觉得很遗憾 很遗憾 我停下脚步 张开手 弯起了眼睛 对他甜甜的笑 抱 少年的眉眼瞬间染上欣喜 真儿众之楼我入怀 我听到他越来越快的心跳 不遗憾了吧 我问 嗯 不遗憾了 翻来篇 乔兰 乔兰暗恋一个人 所以上课的时候 总是偷看他 可是他一次都没有看向乔兰 高一的时候 他真心话大冒险输了 跑来给乔兰送水 他害羞的样子 可爱的乔兰心里冒跑 后来听说他被人欺负 乔兰让家人找人盯着温孝董的错处 报警是没用的 最多罚点钱 以温孝董的人脉 温儿柔甚至不会被拘留 除非把温孝董拉下马 温儿柔才会从天堂跌到地狱 乔兰本以为每天偷偷关注他 保护好他 就不会再让他受伤了 可到了高三 他的朋友忽然出了事 他消失了好几天 学校里没有他 乔兰看什么都不顺眼 就找人去查他朋友的死因 几天后 他回来上学了 可他整个人都变了 他原本是很天真活泼的性格 从那之后 乔兰再也看不到他开心 整天不是发呆 趴在桌子上睡觉 就是看着他朋友的课桌 偷偷掉眼泪 他不知道怎么让他开心 乔兰开始每天写纸条 写一些干巴巴的 想和他说的话 乔兰其实很不擅长写东西 因为作文十分太多 他只能考六百多分 他不一样 他语文很好 乔兰看过他在校报上写的文章 很优秀 乔兰怕他觉得自己没文化 一张纸条写了又扔 扔了又写 想很久才能写好 扔掉的纸条堆成一座小山 越积越多 向他汹涌而至的喜欢 一开始 他总是看一眼 纸条就扔掉 后来 偶尔 他会露出昙花一现的笑容 只要他那天能开心一点 乔兰就会好心情一整天 比起以前的天真活泼 后来的他身上 营绕着忧郁的气质 更能吸引这个年纪的男孩 班里那个转校生 也总是把目光放在他的身上 乔兰没什么危机感 他现在对学业都没兴趣 更别提一个转校生 何况自己已经陪了他那么久 他会为了自己开心 多少也是对自己有好感的吧 反正 怎么也轮不到转校生 直到某次课间 在教室外面 乔兰猝不及防 看到他对转校生笑得很甜 还跟他拉钩一起上同一所大学 那一刻 乔兰静静站在教室外面 心里的山崩海啸 没有一个人听到 他们是什么时候在一起的 他没有发现 他也不会发现 本来就是他暗恋他 他躲在书后面偷偷看他 他一次都没有回头 一次都没有跟他对视 查到许婷和仁辉了 算了 偷偷解决吧 不要影响他的学业 希望他喜欢的那个女孩 前途四海 如愿以偿 至此全文完 感谢阅读